怎么办,好好好,喝杯咖啡,精神就来了 早上喝咖啡,中午喝咖啡,下午以后改成喝茶 茶对身体的功能在所有NO产生的效果 和体质弱减的效果,它拿到双料冠军 茶是最复杂的保健食品,我先讲儿茶素 每一种儿茶素都能够降低你血液里面的油脂成分 所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搞定了 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不正常的部分 它叫做多杂性的糖化合物 这个名词很复杂,不用写 你只要知道,当你喝了茶 它对于三高的部分全部有帮助 你不是不爱血液脏脏的吗? 不是不爱血液甜甜的吗? 好吧,我们血液要干净,茶一件事就搞定 咖啡可能办不到,茶是可以的 降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 还有包括人体不正常的血糖 在血管里面的,再来,我们喝茶的时候 如果有特殊的成分的茶,它能降低我们的血压 全台湾27%的人在吃降血压的药 请问吃多久? 这三个字讲得好心痛喔 几四人耶,是不是? 血压膏问题很多,怎么能不吃药? 你不知道吗? 曾几何时,茶叶就是万病之药 所以茶叶可以拿来治疗血压膏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糖炒以后,茶才变成了饮料 在神农藏百草的记载上头 茶是一种治疗很多疾病的药 只是它不像一般的药源 那么强烈的副作用 可是茶叶有残留的问题吗? 没有,我在给你们讲怎么选择茶 可是茶叶里面的儿茶树 每一个都能够防癌 每一个喔 所以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性 可以抗癌 但是你知不知道儿茶树一般来看 比较常见的儿茶树有八种 就像我们今天来上课 你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单位 可是我们全部在台南文化中心 暂时当了同班同学,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儿茶树有八个名字 里面有一个最特别写下来 四个英文字大写 EGCG 这个儿茶树 它的功能不是在预防癌症 它直接可以杀死癌细胞 所以目前医学界 已经把它当作治疗癌症的新药 请问一下 做一个人体实验的用药要几年? 十年 各位很聪明 全部答对,十年 这个实验做了好多年以后的结果 都非常的理想 只剩最后这几年 完成这个计划以后 这个用药会非常非常快的 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医院 去使用帮助病人治疗癌症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点是 茶叶如果拿来治疗癌症 最棒的一点就是 它的价钱会很贵还是很便宜 答对了 便宜 它不像标靶这么贵 用到请家荡产 还不见得有效 化疗做下去 货富都用这么多 不见得有效 可是茶叶也可以很温和的 有效的杀死癌细胞 我们当然今天不想得癌症 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绝对不会错 EGCG 可以巩固人体的钙质 不要流失 它才是你真正顾骨本的东西 这是英国十年前 雪菲尔大学提出来的世界专利的申请 他们证明了茶里面的二茶树 EGCG 会保持骨质的密度 而不是造成骨质的流失 哇 这个完全相反 EGCG可以缓和关节的疼痛 如果你因为骨质不足的时候 那怎么办啊 把骨本找回来 骨本找回来不是一直吃钙片 不是 你从食物当中的钙质要流下来 而不是流失出去的话 我们做好一个管控 EGCG 帮助你骨本的保存 我来在这境界上 也不想像